第一點就是有關整個廣池 報告廣池整個園區安置的對象 那原來是因為老人的安養和低收入戶的平價住宅 那麼當時最高的時候曾經安養的人數高達1700多人 那麼低收入戶的戶數也一直有400有將近500戶 那其實本來整個廣池跟福德的整個這一塊土地的原來的用途 其實本來就是供弱市民眾居住使用 就是安養其實也都是居住 那麼平價住宅也是居住 整個本來的它的整個總內容全部都是居住 那這一次增加了公營出租住宅之後增加了青年住戶的融入 那我們也認為說它對於整個可以破除整個原來社區的這種 排除跟隔離的這種現象 而有助於社區的融合跟整個環境的活絡 這個是做這樣的一個第一個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第二呢是新增加之後的社會福利設施 那是把整個全信力 第一個是有一部分是全信力區所需要的服務 有一部分呢是針對當地的社區的居民 會優先使用到的服務 那麼增加進來 那麼包括親子管拖嬰中心 這個都是非常的local的 還有老人的服務中心 那麼也是相當的local 那麼社會福利中心呢它是服務整個全信力區的 那這整個就是把整個所有的社會服務的 對信力區的整個服務的機能 這一次在廣遲這裡呢可以說是設計的非常周全 那也是整個可以說是信力區的一個核心 那再來呢就是對於整個這次居民所要求的 那麼希望增設進來的設施呢我們也增設進來了 就是圖書館那麼也能夠增加了1000平方公尺 那麼居民活動中心也都設置進來 第三個部分呢是居民希望 當時就是上一次DOT案的時候 他們一直很強烈的希望說 那麼老人養護中心身心障礙的養護呢 不要去跟他們的營宅直接緊營 那這一次重新設計了之後呢 那麼這些設施會放在比較靠公園的這個地方 所以原來居民所不希望的這樣的一個因素呢 也已經幫居民獲得做了一個調整跟處理 那這個是在整個 一方面是服務了整個當地的社區 那另外一方面呢居民原來所擔心的這些問題 我們也都接納幫他們做一個處理 同時在這個地方的活力健康區 商業設施就是在社區裡頭 其實還有 相當就是還有約3000平方公尺的一些商業設施 那這些等等呢都是服務當地居民 會讓整個社區呢會變得更便捷 更繁榮的一些設施呢 也都放在這個地方 那以上呢是社會局的報導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下面是不是請環保局說一下 那個大家對術法的關心